哇塞,你们听说了吗? 最新数据显示,苹果iPhone在美国市场的平均售价再次创下了新高 整整达到了988美元 现在的你大概只能买到一块擦屏布和一个贴膜了 去年同期的售价为882美元 你感觉这相当于一顿好几百块的烧烤吗? 你们一定好奇,这是为什么呢? 据市场调查机构CIRP的最新报告指出,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iPhone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购买Pro高端机型 果然是要顶配才能过日子啊 第二个原因是,相比起iPhone 13 mini消费者购买iPhone 14和iPhone 14 Plus的热情明显增长 也就是说,大家都不想要mini版的可能是觉得自己不够精致吧 但是,我们不能光看到这些表面原因 有趣的是,其实有一个隐藏原因 就是二手iPhone市场的增长强劲消费者 通过以旧换新方式购买新的iPhone这种方式 巧妙地鼓励用户 购买更优质的机型 让用户相信更高端的iPhone机型更保值 这不是很妙吗? 所以,美国人为什么都愿意花这么多钱买iPhone呢? 或许是因为他们知道iPhone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手机 而是一种品质,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 同时,这也在提醒我们不仅仅是手机 每个人在消费时都需要有一种理性消费的意识 不要为了攀比而盲目消费 你们喜欢这篇短视频吗? 那就来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更喜欢哪些话题吧